我也有想過是否香港的醫生不教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真的要去抹抹政府 為何要排這麼久 其實說真的 小朋友應該學習的時間 你已經錯過了 我們到處去找的 就像飛雪姑娘有些導師 說我女兒不聽指令 然後又會周圍跑 然後就要我們去健康院 可以轉介到夏葵聰 體能自力檢測中心去做評估 這個 行動、動手的行動就OK 說話就會… 她無法組織整個句子 說話要兩個字 那時候是兩個字 三個字慢慢慢慢說 從同年紀 好像差了半年的英語 這樣差別 買東西了買東西了 這是甚麼 洗手盆 誰要買呢 一百元 要不要 我要… 給錢 姑娘說她自己表達不到 所以行動就比較冷 她現在發脾氣是怎樣 因為要用指甲去捏 坐在梳化或前面有燈 有地板 她都會這樣去捏 後來她坐骨壁 真的等很久了 她說的 她寫到明是要等一年半 但是如果她說 如果排期長就兩年 即是多人 如果不多人 就最早最早都要一年 她說要電話通知 根本就沒有訓練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政府那些評估了 她才會排到你 在外面評估 就應該要四至八千元左右 對我來說是負擔不到的 是由SOCO 她轉介我們到香港大學 一個生理系的機構 做了免費的評估 拿了這個免費的評估 就去了社會中心那邊 就去排期到校服務 我實際上是立刻有的 因為始終評估了之後 就有那些訓練安排給我們 六歲前都是黃金錢的 訓練又遲了 至少遲了一年 I see you so many 現在有時候是一個月三課 有時候是一個月四課訓練的 有言語的 有行為方面 之前就訓練的女兒 會讓她乖乖地坐定 現在有所改變之後 就訓練的言語 還有行為 始終都是差一點 她是群體生活 就很差 她現在可以坐定去看書 做功課都會有的 雖然就不是其他同學 這樣那麼聰明 我可以坐在一起 請看書 從一年來 政府連半年之內做到評估的成功 都做不到 變成很多小朋友接觸了一些個案 他確診之後 都已經是K2的下學期 或者是K3 意味著他就算拿到一些服務 多數是半年 一年 甚至幾個月 因為這些支援服務可遣的 到了勞稅 就是小朋友升小一就停了 所以其實就一定會是說 坐過了一些所謂的黃金治療期 其實統計數字顯示 其實每一年都大約一萬多個新個個案 是去到兒童和體靈節來出現終身的 所以如果我們看回當中 如果只有65%的新個個案 在半年之內完成了評估 就意味著 其實差不多有三千多個個案 是沒得過疹的 醫生人手不足 一定會影響到小朋友的排期時間長 在哪兒童和體靈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